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在多倫多的全職地產經紀 我今天就帶大家來到Van 去看一個三車房的獨立屋 我們的位置是Ryderford Road和Western Road 地圖是55號Village Green Drive 這個地圖叫做Western Johns 其實是一個非常成熟的社區 大部分都是西人為主 不過這幾年多了不同種族人士 居住在這個地圖 我們身後面這間屋已經是20年了 但你看看它的外形都保持得相當地好 始終是一個三車房的屋 所以它的獨立車是十分之闊 大概是66尺寬 深度是120尺左右 不如我們現在先看看Location Map 更加了解周邊的環境 紅點是一間屋的位置 交界位是Ryderford Road和Western Road的西南角位 交通是十分之方便的 7分鐘左右去到高速公路400 13分鐘去到高速公路407 衣食住行更加方便了 Western Road移動 這裡是有很多Plaza Industry的地方 餐、飲、Shopping、牙醫診所、銀行 小朋友的課外活動班 在這邊都應有盡有 10分鐘就已經去到大型商場方便 8至10分鐘 南北兩邊有兩間Wallmark給你選擇 Costco也需要13分鐘 而街口這裡有兩個超市 第一個是Longo 另外一個是No Fuse 駕駛15分鐘也去到Vaunt醫院 這邊的自然環境也相當好 在這間屋駕駛5至10分鐘 已經去到National Golf Club of Canada 旁邊也有一個大型的Vaunt自然保護公園 好了我們現在看完 不如馬上進去看看這間屋 Hello 歡迎 剛剛我說了20年 是不是大家沒想到 這間屋是這麼現代式裝修 還有我覺得這一個就是圓彎位 雙門打開 這裡有一個很高的樓底 直到二樓 大概是十七八呎樓底 然後正門這裡有這麼多窗 這裡二樓有overlook 下來的圓彎位 我覺得一打開門 其實感覺是十分之brand 很開揚 很開揚 做到那個豪華 很豪華的感覺 對 還有這間屋內部 是全部重新裝修過的 圓彎位這裡是用了大白色的瓷磚 這間屋一二樓 總共有四千一百七十五呎 而它的結尾床大概有二千呎 就是因為這間屋這麼大 所以它是用了最傳統的 那個Layout 就是一個Box 一個Box 一個Box 意思就是它不是正式的 Open Concept 不如我們先看看 Living Room Living Room 和Dining Room 為什麼一個Box 因為它有這些處 它沒有打倒 這些就是一個Box 但因為它的尺數夠大 所以你不會覺得 它的房子很壓迫感 一點都沒有 是的 那整間一樓就是九石樓底 全部Smooth Ceiling 裝了Potlight 而它的地板 它也是選了淺色的 屋的Hardwood Floor 而且它用的是比較闊 看起來就比較modern 那這個Base Word那裡 它也是加高了 加高了 而且我覺得這間屋 它有很多東西都是想說 細節 說可能它的手工 那或者你帶我們來看一下 那些手工位 是的 那我想要出回門口這裡看 你看它上面的Modding 這些是新的 它不是舊的 但其實現在是比較少人用這些Modding 但是它可能因為這間屋 它有夠大的 它的地板比較好 始終因為現在是西人居住比較多 所以它也要選一些比較傳統的設計 而且它這裡裝了一些護牆板 這些都是新的 而且它裝了一些護牆板 就是這些Wall Decoration 看起來是很有法式的Style 即是法國的Style 那些窗 它的窗框也是全部游過 重新整過的 正門 還有Living Room 我們現在看到的窗 就是向北邊的 還有它有些樹 已經在 是啊 因為你這個區整20年 20幾30年了 你的樹全部都是比較高的 就給予一個Privacy 嗯嗯 那我們就來到Dining Room Dining Room 各位 放一張10日的桌 然後我們就來到這個廚房 廚房 哇 很大 哇 這裡 這張比飯桌更大 是啊 是啊 這個是 這張比飯桌更大 這個廚房 就是白色為主 但是這個桌上 就是用一個深藍色去做一個對比的 這個廚房的東西當然全部都是全新的 洗碗機在這裡 Double Sink 這些也是做上Soft Closing 還有我覺得這個有個好處 因為有時候有些屋 他們做這個垃圾桶 不是在那個升盤旁 但是這個是因為廚房夠位 那它就做在這裡 你就真的要方便去扔東西 哇 這個廚房真的很大 我覺得好像是把 平時那些屋 兩個半廚房 放在一起 一個廚房 嗯 哇 你這個邀請朋友過去開拍的 超級 如果你平時這樣拍 你的廚房是過多一點 是一半 這個就是廚房 但是你走過去 你就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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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好像我洗這碗 這個焗爐焗完 我喜歡走很遠的過來 不是 但是真的有很多 是很多Carponet space 給你用 那 下面Carponet 這裡放了一些燈 它上面那裡 也都是 有些櫃 上面放了一些燈 我們放一些漂亮的 儀式 廚房的東西 不是 我想到 那些人會說 一件事 就是 為何這個島嶺沒有 星盆 啊 yeah that's true 對 去那邊 擺走的地方也沒有 對 其實它有這麼大 它真的可以剩多 一個星盆 還有廚房 還有 因為廚房很大 所以 你看到 可能我講話會 距離 有沒有發現自己的問題 也有 因為真的很大 對啊 但是好像不見了雪櫃 雪櫃因為在這邊 就是因為太大 在後面 在這裡 都是全新的電子雪櫃 但我就是覺得因為它的房子其實是夠位的 因為它那邊有很多 Cabinus 的 Cabinus 不過如果我自己真的住在這間 我設計的話 我會怎樣去做 對 對 大家將來都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裡就是 午餐的地方 其實 剛剛那個 餐廳的地方 是可以放到過來的 蛤 直接 對 比餐廳更大 是啊 其實我未必會 我明白那個是一個很荒謂的餐廳 但是如果我住 我是喜歡 大家坐在那邊吃東西 全部都放在這裡 對 我又容易去洗碗 因為廚房這麼漂亮 不要浪費 是被人欣賞 看多一點 那我就值得了 對 對 那麼我們吃午餐廳來到這裡 啊 還有 它廚房吃午餐廳都是用客戶的 然後呢 我們就來到這個很大的座椅了 這個座椅我估計它 都是新鋪了沒多久 好 好 好 我去後花園 其實去北一帶 後花園這裡是向南 你看 加了陽光射進來 你這麼大的座椅還有 座椅 還有座椅 對啊 在這裡燒烤超棒 還有我們跟對面屋的距離都有點遠 因為大家的鎖 都比較深 然後我們就來到這個家座椅了 哇 家座椅這裡的座椅是做得很好 好家座椅的感覺 真的很鎖 好舒服 好舒服 現在真的太大了 好多地方都很舒服 好座椅 這個火箱呢 是Limestone的火箱 就是它這塊石是Limestone 這塊石也是新的 所以你說的業主是用了多少心思 去重新設計 可以翻建屋 窗椅也是新的 那我們就來到書房了 書房也很大 這個書房是普通屋的一個睡房 對 這個很誇張 書房蠻好 因為你知道還有窗 它有些陽光進來 都算是很 很spatious 我不覺得是光暗 但是很溫和 足夠的光線 是啊 因為這間屋 它重新游過油 但是好像它的房子 它是選了一些奶油色 不是白色 那你感覺上 你塗了這些奶油色 就會很便宜 熱一點 其實那邊是正門 那我們現在就繞了一圈 回來正門的 左邊 這裡的powder room 然後呢 就來到 車房 三車房 三車房 是可以拍到三架車的 那這裡是洗衣房 closet 洗衣房裡面有更加多closet 其實這間也有很多closet 這個洗衣房也不用 這間屋 因為它夠大 所以它是有兩個樓梯可以 可以放進去床 那我們來到這個finish basement 它這個床 應該是 這間屋22年 可能是它20年前那次裝修 因為你看它會選擇的磁磚 都是那時候的風格 不過它重新有油 亦都加上那些會場版的walt decoration 在這裡 這裡有一間睡房 也很大的房間 有個closet room 這邊有個樓梯 就是剛剛在launch room那邊下來的 就是這裡 那邊還有更加多storage room 我們先看看廚房 好 它整個basement都是鋪瓷磚的 我覺得如果將來真的有人買了這間屋 有很多機會 它要買很多地毯 放在這裡 不是會很冷 那 我沒想到其實這個basement的廚房是這麼大 這個是一個普通的房子 一個full size kitchen 一個很大的central island gas stove 雪櫃 其實這個廚房也很新 它是不是 將上面的東西搬來 但又感覺不像 那應該是partially 對 又不像 對 partially搬了下來 或者可能從那房子搬過來 但真的誇張 很大 很大的 很大的 這個就是breathers area 然後這裡就是family living room entertainment area 電視機放在這裡 那你梳化就這樣放 你站後一點 你讓觀眾看到你很大的 2000呎 這個basement差不多2000呎 都看不到你那樣的 2000呎 那這裡有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也很大的 有shower 這些是不是它以前那些主人套房 上面用的搬下來呢 對 感覺好像是這樣的 不過不是 你看回它的裝修了那麼久 我真的不知道 對 它用東西是keep得乾淨的 雖然這些是舊的 這個basement也有點驚喜 嗯 雖然你 其實它的廚房是很新的 你可以換了一些瓷磚 因為你保持著廚房 都是瓷磚 但是你也可以建了它 那你再鋪 可能是vinyl 那整個感覺已經不一樣了 總之這個basement的驚喜就是它夠大 好大 整間屋都很大 好像已經走過很多路了 二樓這裡一共有四個睡房 三個洗手間 樓底就是八尺樓底 這裡就是overlook 剛剛前面的圓關位和正門 幾個景色好 對 雖然我都喜歡 嗯嗯嗯 其實這裡 你放一張小的椅子 坐在這裡喝咖啡都可以 我做了咖啡桌 對 嗯 但是是小的 自己一個人坐的 因為座位不是十分寬 我們有四個房 這個是第一個套房 每一間房都有一個大的walk-in closet 有多大 大 大 那都是比正常的大 是啊 那有自己一個洗手間 還有這個睡房呢 就是一個cafesio ceiling 它都安裝了potlight 所以因為它做了這個ceiling 所以這邊的窗是十分之大 這間房很高 然後是第二個睡房 這個closet更大 也是一個walk-in closet 其實這間房 比剛才那間房大 是啊 然後它第二個睡房和第三個睡房 是共用這個洗手間 Jack and Jill 很漂亮啊 它這個瓷磚 是啊 這個廁所就跟其他牙色完全不一樣 是選用了黑色的灰色 深灰色 但是它的shower很漂亮 是有massage功能的 也是一個滑水的 這個廁所 也是一個滑水的 很座面 很座面 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門框 這裡 都是加多了 厚一點 長一點 它們就很注重這些細節 那我們來到第三個睡房 第三個睡房 又比第二個更加大 對,越來越誇張 現在很舒服,藍邊有些陽光曬進來 對,但外面很濃 因為這個木地板和牆的顏色 再加上現在陽光曬進來,整個感覺很舒服 這個Walking Closet更大 所以我們由第一個最小的房間慢慢去看 這個是平時別人的主人房的closet 我們到主人房了 來到,我們終於來到主人房 主人房相當地空間 兩個大窗,因為這裡有一個 因為很大,所以這裡做了一個sitting area 主人房大到有一個廳 Kingsize的床 旁邊一定有位置放多兩個床頭櫃 亦都做了Potlight 這個是主人房的walking closet 主人套餐是用白灰色作為主色 有很漂亮的frameless的shower quartz的countertop 現在這房子的叫價是299萬8 去2022年的地水大概是1萬元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朋友 可以在這個contact list去聯絡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旁邊